今天是秉持藏装,穿藏绑 作为藏者,我们是作为藏 所有穿着服装,就是服饰都需要 演习足足备备穿下来的这个藏服装 现在我们也就是一直两三年以来做一些藏装 就是所谓做藏装的话 以前藏装是各种各样的 但是现在因为历史原因的话 有些都可能现在基本上都没有 可能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已经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就寻找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些不同的藏风 还有一些藏服饰 但这个就寻找起来 有时候也有一些困难的 技术上还有一些 这个文字上的历史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其实藏装很多人也是很喜爱的 法王今天在这里讲了一些很多功德方面 但是他的这个其实每个民族的话呢 他就原来的这个古人一些文化和思想 就一直扭转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很珍贵的 像我们佛教徒的话呢 应该是就是这个两千五百多年的 就是这个这种衣服啊 基本上是一直没有这个变化 就是就各侨派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都一直吹牛下来 就是这个是这个 这个佛教在这方面的话呢 就是应该很严格 而且呢 就是都没有这个怎么变化 就是这个很重要 那么以这个相应藏地的这个气候冷暖 相应身体的状况 相应自己的习数啊 就是这一般很多都是古人可能包括他的这个设计 现在有些人说的是古人的设计不好 美感不好等等 其实也不一定的 有时候看起来的话呢 真的这个古人的这种智慧是非常非常的色 同样就是如果你是汉族人的话呢 也需要就是穿这个复活汉地当地的这个西书的这种衣服啊 就是汉地的话呢 汉地我觉得是现在全部都是被被西化了 就是就就以前的那个汉地的真正的这个传统的衣服 现在穿的人也是很少 而且汉地好多朝代都是不同的 唐宋元明清 就是然后后来这个包括这个元朝也好 就是就近代也好 就是好多的这种传法都是不相同的 就是不知道是真正的这个汉服是什么样的 就是然后有时候的话呢 就是因为中间是被这个蒙古啊 就是被这个呃就是什么其他这个民族 就是通知以后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的这种变化比较大 就是现在有些电影和电视里面放的话呢 就是这是宋朝和唐朝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宋朝的那个就是在那个什么 那个在那个皇宫里面的四年阁就像牛角一样的 就是就那个叫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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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多大众的啊 代表宋朝就那就这么样的叫什么 他那个叫什么啊 啊你也不知道啊 你们看过啊 看过是吧 然后藏族人这个穿藏装是很方便的 在古代夏季的三个月当中 人们都是穿着那种皮包这个出门 啊就那种就是凡是山羊啊 就是什么这个绵羊啊 小牛皮啊就是那种的这个衣服 就是那种长袍的短袍的都有 然后如果呢就是被什么水啊 泥水啊就是打湿了以后的话 干了以后呢就变硬的 就很不方便的就是全部都 就比如说你这个穿个屁 就是然后到外面去放下去 然后第二天就是晒干了以后 就全部都说了就是 然后又拼命的就软就是 就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全是这样的 父母就第二天就是有就是加一点 不过一点什么 偷一点酥油啊 然后就又又把他这个重新又软 然后他是就好多次这样这个做了以后的话 到最后呢就是他就就就就不会那个呃 就僵硬的就是就还是比较天化的就是 所以人们就经常叫夏宜的这个皮奥 就是夏天的皮奥 就是他过了很多次这样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都比较柔软了 但是法王说就是就是如今呢就是不像这个今天 就是人们夏天的时候穿着这个布衣等等 就是即便是被雨淋湿了 也没有什么事啊 就是而且衣服的这个颜色的话呢 就是乌颜柳色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 非常漂亮的就是确实 这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自己小的时候的就是 就是就除了就白天这个晚上都是一件皮奥 就是然后冬天稍微厚一点的皮奥 然后夏天是这个薄一点的就是 除了这个以外也没有什么内衣外衣就是 然后什么可能藏地是条件就是更差吧 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然后除了这个都没有就是 这种藏状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藏状是 这个应该是这个诸圣三尊时代就是非常有形的 是菩萨们亲自就是特殊加持的衣服 就是加持的特殊衣服所以现在法王在这里像是 这个前辈的这些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们已经加持过的 就是跟可能其他民族有些地方是有点不同的 他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以前马尔巴大医师在大宗弟子灌顶的时候 他穿了一个比较难堪的这个衣服 弟子们呢就开始禀报说 作为你这么伟大的一个上师的话 那你穿这么寒酸的衣服 好像别人会说什么太小气了 觉得是你舍不得穿啊或者是什么 没有任何好处的 就是希望他穿好一点给我们灌顶的时候 以前上师如意宝灌顶的时候 穿很好的衣服就是经常 我们现在有些照片里面也是看得到的 有些上师是穿得很可怜的 法王如意宝是穿得很不管怎么 我刚见到的时候就穿得一般般的 但后来呢每次都是就是 尤其是开大法会啊 就是这个时候 就那个时候比较流行高二批吧 高二批就是里面是高二批 外面是有色黄色的这个橱端啊 就是非常庄严很好看 他那好看的衣服 我们都就生起这个信心啊 就是就很好看的 但是马尔巴罗沙的弟子来看到 就是上师可能穿了一个破旧的衣服 然后上师给这些这个弟子说 这件衣服是我这个 跟美智霸尊者和大拯救 那若霸霸尊者次于西灌顶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包括当时的圣神灌顶啊 就是传说的时候穿着的 那么我想光是看到这件衣服的人呢 就是对众生是有利的 所以呢我就就穿了 不是我连一件衣服也是买不到的 就是当然这个当时是呃 像那个马尔巴罗沙啊 就是呃 就大医师马尔巴罗沙的话呢 就是应该他还是比较富裕的吧 你看米拉尔巴都是到处去花园 然后给他供养的那么多东西 就是然后他说是 是不是你想把我压在这个粮食当中 就是你把整个这个房子都是震动干嘛 就是就给我清出去就这样的 所以当时是在 不过我觉得是拉萨那一点是比较穷 就是然后马尔巴罗沙当时买一个好的衣服也不好说 嗯 那个时候有点那个呢 现在也是就是去了上面去的话 好像那个他地方的价值比较大 不然的话呢 就是像五光尊者住的地方 还有上面的话呢 好像地方都是那个到处都是黄土 就是然后夏天夏天去的时候 但是没有像我们这个康巴和昂渡地区 就是那么到处都是什么就是这个盛开鲜花 就是到处都是旅游的 就是他那边的土好多都是黄的 就是所以说那些地方是加持很大不难的话 生活不知道怎么样富不富裕也不好说 就是凡是马尔巴罗沙说 我是有有有意义的 但是我是靠加持啊 就是所以当时他是这么讲的 同样我们藏庄的话呢 也是忘记刚才不是那个 就是什么这个祖孙三君 就是他们就是这三位 就是意思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当时国王宗政根部 然后文殊菩萨的化身就是国王赤宗德赤 还有金刚素菩萨的化身 阿道赤喇巴奸 就是当他们呢就是相续出世的这些藏王 以及呢就是主大菩萨 就是像梁华生大师阿布玛摩扎 还有这个堪布金明论师 也就是说菩提萨多 他们是亲自这个甲子 还有这个穿着下来的衣服 因此呢就是有着这个菩萨甲子的衣服 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喜欢穿这个藏装啊 就是作为在家的话 尤其是去年就是一清其间 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很多人 都不得不说藏装 因为穿藏装的话呢就是违远少一点 就是所以好多 但是你再怎么穿藏装的话 还是看得出来 哈哈哈 就基本上 就一看到你那个藏装的话 你要穿藏装的话像一点 但是也可以 还是现在不过我有点可惜的呢 我们藏族的很多的年轻人的话呢 他们就不太喜欢穿藏装 就是就他们就反而就是不穿藏装 然后其他民族的包括到西方去的话呢 西方的很多那个就是就各个国家的那些人的话呢 他们就是觉得是藏装很有这种感觉 就是就大家特别喜欢穿这个藏装啊 就是各种颜色的 但我们藏地的就是很多的那个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的话呢 那基本上是让他穿一个藏装的话呢 那可能他心里压力很大的就是就就反而可能这个是一个 这个时代的变化还是什么呢 就是就其实我们这个藏装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藏装的整个这个修得比较长 也不用梳套就是也不用这个围巾就是就好多呢 也不用袋子就是这里面装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装的 就是所以他还是就有很多的就是就是你这个什么围巾啊 就是这些也是不用的就是就好多好多都可以 这个就是就是你那个长袍的话呢 就是很很慣用的就是就上上下下都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好多居士的话呢 冬天都是喜欢穿藏装就是就原因是就是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不但是有加持就是也是还是比较这个庄严吧 就是很好就是我都认识的有一些年轻人的话呢 穿藏装就是有些穿汉装有些是那个特别就是 这个裤子也是很细很细的就是然后就是那种就是 就好像那天是一个高僧谁说的就是说是 好像什么他娘子叫的是很细的像一个什么细筷子一样的 就是一个比喻就是好像现在年轻人还是喜欢比较时髦吧 就是但这个是可能因为就西方的这种这个影响比较大一点 就是这个当然自己穿什么都可以 但法王呢就是要求就是藏族人呢就是希望还是穿这个藏装 如果其他民族的这个喜欢穿的话呢 就是也是得这个诸佛菩萨的加持就是就是 也是这个四季呢就是也是现实一种怎么讲啊 就是也是自己的一种这个庄严吧 就是其实你自己看就是怎么样庄严都可以 就是也并不是非要穿什么的 如果如果真的好好想一想 那单单是这个藏状呢也是对坏有这个毒害 毒害毒恶性的 还有呢就是黑法方面的魔啊圆灰呢 这些都是有利的就是可能通过诸佛菩萨的加持 就是他们都不敢就是对你制造危害啊 甚至呢就是对诸位的这些呢都有有有利的是吧 就是当然现在很多什么出现一些疾病啊地震啊 就是海啸啊就很多都是跑到藏地来 就是所以说就是这个也是可能有一点 但是有时候藏族人的话呢 也生病的时候往汉地去就是 没事就是这基本上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国家规定就是必须就是穿汉装 那也请有客运有些学校啊 有些地方公务员啊就是这些是他们有规定的 就是就是所以就是情有客运的 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就是一般的人来讲并不是如此 所以从现在开始一般的在家藏族那里 不管是谁都应该穿上本民族的这种清净服装 就是当时法王就是在什么时候 好像说了以后的话那还是藏地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是有时候是开法会的时候 法王所依据就是相应就是很多地方就是 就这个你们不禁不会失去自己的风俗邪惯 而且呢就是他带有这个他还带有加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 就是如果下半生是这个呃 穿那个圣装就是穿的那个我们的那种裙子 然后上半生呢就是穿汉装就是 就穿的在家的有些什么那个就是那种这个衣服的话呢 那这确实是一种恶兆 就那一段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藏地 还是有一些出家人就是经常就是 就是在上面就穿在家衣服下面是穿一个裙子 就这个是当时法王显得有点不高兴 然后就是说五金莲花生大师曾经一个说 事不变就是种种人变 就是其实时代不一定变的 有些人的行为和心已经变了的话 那就说明时代变了 人们呢就是常说的恶是恶是 其实并不是恶力 世间恶力 而是人的行为和心态都变得越来越恶了 那么每个人呢都就产生了什么样恶心 就是做的呢也是恶 就是这种暴行很不好的 这样一来就是世间就变的 所以呢我们要服装方面吧 就是不管是穿脏装也好 汉装也好 大家都是应该要穿得干净一点 就是穿得得体一点 包括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有时候是看到那个路上都是穿个妥协 就是有些人到一般来讲 就是你在房子里面 院子里面你穿个妥协 都是可以的 然后在外面穿妥协 有点别人都会笑的 就是所以有时候穿着方面 就是作为出家人 我们这里是出家人大多数 不用说在家的衣服怎么穿的 但是你们有个别的一些在家人的话呢 我也希望穿得应该比较干净一点 你穿脏装的话也是脏装 你应该让身边有一些会穿脏装的人 让他们来教一下 不然的话呢 有些人穿脏装真的是乞丐的穿脏装一样 因为有些乞丐随便找到一个脏装 他们是没有什么随随便便就一下 这样很不好的 如果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的话呢 他的这种穿法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农村的 牧区的 或者说康巴的 昂多的 就是这样的 你随便这样的话 就像我们世间的任何的知识 也是有自己的差别 所以在这方面呢 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随随便便乱传 刚才不是讲了吗 下面是出家人的 上面是穿个在家衣服的话 那就成了不能不累的了 或者是反过来说 下面是穿个在家衣服 上面穿个出家人的顿脖 那样的话也是更奇怪的 所以我去年一段时间也给大家讲过 居士的话 居士穿在家衣服 然后出家人穿出家衣服 有些人头发是长长的 然后身上全部是穿出家人的衣服 看起来都是特别可怕的 所以说穿着方面 法王也是这样讲的 大家以后还是自己应该 再加上一般是除了没有什么的话 包括上习俗间 这些都是 应该还是有些是光是 女座那边有这样的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光是穿个内裙 跑到路上 跑来跑去 很难看的 对吧 要出门的时候呢 自己应该唯一 如果在自己家里穿什么样的 就戒律当中也是没有特别的遮着 对吧 除了圆门以外的时候 应该自己的行为 不然的话 有时候我们这边也是 有些老菩萨 现在稍微好一点的 有一些穿得不好的那些老菩萨已经圆寂了 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 阿弥陀佛那里也是 也许穿得不正气 然后现在稍微好一点 以前在这个门口 经常看到有一些穿得不是很好的 有一些老菩萨 如果说的话 因为是菩萨 我们凡夫人不好说 然后不说的话也不庄严 以后在这方面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是佛学院的话 什么样的人都是在经常 所以作为出家人的话 不要做一些让人邪见的事情 这个穿着方面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他没什么